全中一圣火从八卦山大佛点燃起跑后 一共行经全国二十一县市及彰化县进二十六项镇市 在围棋十五天传递后 二十一日晚间在圣火及县民之夜 由圣火手将圣火交给魏民谷县长 为全中运揭开首波高潮序区 我们举办了圣火及县民之夜 我们彰化县政府展开双臂 很热情邀请全国一万五千多个顶尖运动好手 以及教练还有家长 一起来到我们体育场 来参观我们今天的圣火及县民之夜 张卧县政府举办这一次全中一的目的 最主要是要来提升我们张卧县的运动的水准 我们也要来改善我们张卧县的运动场馆 那我们更要来培养我们张卧县的运动的人才 让我们用运动来结合观光 运动来行销张卧 让我们张卧县因为举办这样的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赛事 让我们张卧县的能见度能够提高 圣火及县民之夜活动规划训目表演 圣火交接与敬艳欢唱三大主轴 邀请到911卓文轩和陈磊等彰化县在地居民艺人演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最爱是一样 我爱你 爱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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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 爱是一切的感情感 心爱的我哪有心意见你 咱孤诺 虚目表演动员彰化艺术高中 张安国中 大同国中学生协力演出 绿能智慧 芙林半宪 原戏八宝二水俊琴 及陆港采风喜闹庆典等三幕重头戏 提前揭露开幕表演部分舞马 让选手与县民先赌为快 并展现彰化开创绿能大县的企图 历史传习的人文美粹 106年全中运4月22日至27日热闹展开 欢迎全国乡亲共同前来 一起为选手们加油 公益频道许维珍 彰化采访报道